台铁瑞芳到喉童站间 铁轨旁的边坡因连日大雨下不停 上周五发生崩塌大走山 原定今天有望单线抢通 但由于当地大雨不断 边坡山壁不断大量出水 土方变成泥流和泥浆增加抢修困难度 因此只好延到下周日 今天喉童当地雨势仍相当大 辛苦的抢修人员在低温下冒雨抢通 上万立方公尺土方中 目前已清出3000多立方公尺 台铁表示虽然抢修困难 但目前仍以下周日单线抢通为目标 受到走山影响 东部干线交通至今也已中断五天 往返北部东部的旅客 就得靠客运来输运 公路总局今天表示 郭道客运累计至昨天 已加开8598班北夷和北花客运 今天预计还会再开1483班车 截至今天上午10点 已输运19.3万人次 五天内预估最多可输运23万人次 公路总局也说 在台铁完成抢修前 都会督到业者 持续是人潮状况 激动加班车次 将细乘车资讯 都可至公路总局网站查询 谢谢大家 没见ap